漫威新片《蚁人3》发布首支预告片 作为漫威第五阶段开篇之作 第三部《蚁人》暂时被定名为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故事讲述 某天蚁人的女儿一不小心 打开了通往量子领域的通道 随即一家人被卷入到了一个未知的秘密宇宙 原来这一切都是幕后反派征服者康的阴谋 早前已经在漫威剧《落机》中亮相的 超级大反派征服者康 在本片中成为蚁人的对手 他要求蚁人帮他去偷一件宝贝 并以他女儿及全家的性命相邀喜 估计这次蚁人被征服者康虐得不轻 蚁人与黄蜂女一家 最终是否能逃出征服者康的五指山呢 不过在这支预告片中 并没有展示这位新反派超能力的一面 不过未来他也将是 复仇者联盟舞中的终极大反派 而且蚁人三和复联舞编剧都是杰夫·洛维斯 所以这两部电影一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自从漫威电影打通了多元宇宙以后 故事讲得越来越天马行空 只能靠想象力和视觉特效来吸引观众了 所以蚁人三最大的卖点应该是视觉特效 因为是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全新量子世界 几乎每一帧画面都需要通过后期特效完成 关于蚁人三的幕后班底 导演佩顿里德回归指导 主演保罗·路德继续扮演蚁人 伊万杰林莉莉继续扮演黄蜂女 新加盟的凯瑟琳·牛顿扮演她们的女儿 乔纳森·梅杰斯扮演征服者康 本片将于2023年2月17日为美上映 如果您帮助我 胶囊电影台一起看好戏